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五十八页 《要解本志》第五十八页 那么在永明野兽大师 寿宫大师有这样的开示 说庙的奇门 成果不离当念 苟失其子 修阴图困一多生 庙的奇门 成果不离当念 所以我们在世准 所讲的八万四千法门当中 而微妙地得到 这重要的法门 得到微妙的法门 成果不离当念 就好像说我们选择念佛法门 念佛法门念念念念佛 一念相应一念佛 念念相应念念佛 那么在临终的时候 一念的正念 到极乐世界 就是一生成佛了 所以成佛不离当念 因为可以讲 阿弥陀佛的名号 本着众生 本节理体来建立的 念佛就是念心 成佛不离当念 果失其子 假使我们迷惑了修道的宗旨 那这样修因图困多生 那么菩提道远 因地的修行 你功德的资粮渐渐累积 但是要成就不退 才有办法顺利的往前进步 要没有到达不退 那还不行 修了很久 但障碍来的退了 修因图困你多生多结 这意思呢 修功大师的意思 就是说我们对法门的选择 这是很要紧 所以选择念佛法门 这是有智慧的 我们看净土中的主是很多都是禅宗开悟的 禅宗开悟死心塌地的念佛 那我们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这念佛他的殊胜 我们讲这一头的参禅的人 他认为这个法门直接了当的 不理文字 但是古德讲也不理文字 但是开悟了 这是他非常了不得的荣誉 但转过来就是死心塌地的念佛 那也可以讲这个念佛修行才妥当 就着一身成佛光生极乐世界一身成佛这样的观念 这是非常清楚的 无量寿当然能够证得无量光 我们在上一堂课讲到 郑宗芬的第三大课信愿行 这个行 知词名号 那这一图来说明 无上的因跟无上的果 无上的因就是念佛 无上的果就是往生极乐 在这一图第一段的文当中 我们在上一回大类有加仪分别过 圣灵佛不可以少上根福德因言得神比果 这是总标无上因以及无上果 底下一段就是分别来解释 广泛说明 无上因无上果 无上的因就是若一日乃至若七日 我们持练 阿弥陀佛的名号都一心不乱 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皆往生极乐世界 这是无上的果 那么总的来讲 也就说明极乐世界 而且无上的因以及无上的果 这念佛以及往生 广泛当中 欧主分成三段来加以说明的 第一段是正式 第二大段是破仪 第三大段是借欠 现在这一图正式来解释 底下它又分成五个段落 最初是总是无上因果 隆总来解释无上因无上果 我们看着这个文 明因 这一图说明因 菩提正道明善根 即清因 种种祝道师界禅等 明福德即祝缘 生闻缘皆菩提善根少 人天有落福业福德少 皆不可生净土 唯以信念支持名号 则依依一一生西聚都善根福德 散心成名福善意义不可量 况一心不乱哉 那么第二段里面 生闻缘结菩提善根少 中间那个顿号 缘结底下那个顿号 那个顿号把它去掉也可以的 直接去掉了 菩提正道明善根即清因 修道当中有清因有祝缘 所以我们一位修行者 什么是正义 发心 发心情形 你的心标志在哪里 这是你未来国报的出现处 接着你发了心之后 还要假结种种的质量 祝缘 我们讲因果同时戒缘显现 你发心的因那个果就有了 但是中间要假结缘 缘记住了 果报就显出来了 果报显出来 那么往生极乐世界的无上的因 这个因是菩提正道明善根 菩提 觉 也就是我们讲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叫觉 它有它的道理在 为什么呢 人家的发菩提心 它能够了悟 觉悟一切中间都有佛性 佛性是变满的 佛性是心如众生三无差别 心如众生三无差别的 所以异于心性当中 而发菩提心 菩提本来无发而发 在原教的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 那么再来了知一切众生都有佛性 我们现在迷惑颠倒 生死轮回 我求解脱一切众生也应该解脱 众生是心内的众生 所以应该度心内的众生 所以因此要发菩提心 就要成佛 要将本有的佛心显现出来 而度心内的众生 这也是发菩提心 所以菩提正道 发菩提心是我们修行佛道的正因 叫成佛的正道 成佛的正道 在年齐大师的书潮里面讲 说菩提上根是入道正因 发菩提心的上根 是我们契入佛道的正因 你要修学佛道 要成佛 要发菩提心 菩提心是成佛的种子 是正因 就好像诸多的经典当中所讲的 不乏正觉菩提之心 虽行六度万恨 精衡杀且终不成佛 不能成佛的 所以可以了知万善的根本 就是菩提心 这个是青因 菩提心 发菩提心的叫善根 善根 它是种子 成佛的种子 种子在维世里面讲 叫做善根 叫善根 这是属于修道的青因 青因 青因还要有外缘 要有助缘 所以种种助道 种种助道之法 施 戒 禅的 不施 持戒 禅定 等于其他包含六度 都是属于福德 它是属于助缘的 随助缘 接着生文缘结菩提善根少 生文缘结的菩提 我们讲有三种菩提 生文缘结菩提跟佛菩提有三种菩提 那么花心不同 所以生文缘结菩提 他的菩提善根少 但是花求了生透使 求智力的善根少 而求人田有乐的福业 这个福德少 福德少 那什么样的福德才多呢 我们讲那个菩提当中 前面五度就如同茫延的 因为第二度 菩提菩提才是明眼的人 才能够到达我们所要求的地方 所以这个人田有乐的福业 就是着相的 菩萨在利益一些众生 而没有一些众生相 行一些善而离一些相 这个福德才多 着相而行善的 就是求人田有乐的福业 这一种福德少 不能够离一相而行善 那么这一种的善根跟福德 都不能够往生极乐净透 不能往生 不能往生呢 我们可以从元启法当中啊 这个道理来说 这个因跟果是相随顺的 从元启法的角度来讲 因果两个是相随顺的 极乐世界哪一种功德庄严啊 哪一种功德庄严 哪一种果报 不是少善根 少福德 而可以到达的 能够得到的 这个因果是不相随顺的 所以少善根 少福德 都不足以往生极乐世界的 不足以往生极乐世界的 这是从元启法当中来讲 因因果不相随顺 不相随顺 接着呢 唯以信念支持名号 唯独呢 以身性怯言 而支持阿弥陀的名号 而身性怯言在前面讲到呢 身性怯言呢 就是呢 无量寿经当中的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 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 支持名号 就支持名号 这一一声呢 虚具多善根福德 发心呢 有了信跟悦 你支持阿弥陀的名号呢 那么这样的话呢 一一声呢 都记住多善根 多福德 多善根多福德 那也就是呢 发菩提心 持名念佛 他就记住了 大致论当中的五种菩提呀 所谓的第一个叫发心菩提 第二叫福心菩提 第三叫明心菩提 那么第四呢 叫粗道菩提 第五叫无上菩提 记住大致论当中的五种菩提 五种菩提心 所以呢这个发菩提心呢 念佛就是善中之善 因为以阿弥陀的名号 阿弥陀的名号 它叫万德鸿名 万德不是一万个德 万表示无量的意思 阿弥陀的功德 它是无量无变的 无量无变 所以呢我们慈名念佛呢 就如同莲子大师所讲的 极其名息兼重得而具备啊 专乎慈也同百行以无疑 那这样呢你念佛就是福中之福啊 福中之福 所以呢每一句每一句都记住都善根 都福得 都福得 散心成名 福善意义不可量 况一心不乱哉 所以我们呢散心成名 福得善根呢 也不可思量 一路耳根勇为道种 福在世后那个老人 要来出家的那就是了 他惊慌的念佛 靠到这一方 他还是成就了 成就 散心成名 福得善根 意义不可量 况一心不乱 何况一心不乱 那么讲究敬意来讲 大乘佛法 永明是大师讲 说呢大乘佛法 闻而不信 服务圣人天 说你听闻了大乘佛法 你不相信 闻而不信 也不相信 但是呢你听了当然就是心种 就是心种 闻而不信服务圣人天 他的福报还超过人天 超过人天 这么讲 人天的福报享受完了没有了 你那一个善根 那么永远在的 将来还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而得度 也得度 所以闻而不信服圣人天 散心念佛 不信服务圣不可思议 况一心不乱 接着我们再看着 第下一段 民国 这个 此词名号 若一日乃至若七日一心不乱 这一心不乱当然不容易的 不容易 当然我们要有目标啊 要有目标 修行啊 就是直接要搞一点 愿心要发得大 要发得大 我们要一心不乱为宗旨 修道的宗旨 讲道果呢 故时感应道交 闻尘印坏 弥陀圣众不来而来 亲垂皆淫 行人心事不往而往 偷知宝连也 所以使令临终的时候感应道交 闻尘印坏 感应道交 感应道交 讲感应道交 印光大师这么开导 我闻终生能够深信怯厌 老实念佛 这是能感的 能感的 那么从阴影法当中来讲 这是我们的亲因 我们的亲因 接着呢 欧弥陀的大悲愿力 神能应的 佛有这样的愿 华洛士巴拉愿 十念必生愿 第十八愿叫本愿 叫本愿 欧弥陀就是要来接应众生的 在你凝终的时候 就是佛的愿力 愿力 其现行 你要临终的 佛就是来接你 平常的时候 当然你用功 你真的到达三昧了 要见欧弥陀就见了 但是我们现在讲 临终的时候 是佛的愿力 其现行的时候 你要走了 那佛弥陀要接你 到极乐世界去 只要你记住的 深信 窃愿 念佛乃至一念 那一念就是正念 那一念就是福后 这种子为了 叫待业往生 你不能说临终的时候心愿记住 但是在那边起颠倒 还贪恋说过世界 那就不是了 那就待不了 那个不在种子为 烦恼其现行的 就佛弥陀也没办法了 我们在临终的时候 那一念的正念 就是福烦恼 使令这个烦恼不现行的 在种子为 这个叫待业往生 就待业往生 所以佛弥陀的大悲愿力 是能应的 应众神所感的 应我们的 亲应 佛弥陀斯最大的正上缘 一辣就上去了 内应外缘 合合 就在七宝石当中 莲花化身 所以文成印坏 文成印坏 古时候用蜡 用蜡做的印章 那么盖上去了 盖上去的字印好了 拿起来的蜡就坏了 整个坏掉了 叫文成印坏 文成就是极乐世界的果报 成就了 印坏也就是我们说过世界的五因 我们的五因舍弃了 破坏了 舍弃了 在极乐世界当中莲花化身 和文字成就了 蜡印坏了 溃散了 那么也就是呢 极乐世界的净土果报 成就了苏博世界的 这个夜暴体 这也舍弃了 弥陀圣众 不来而来 亲垂皆盈 神阿弥陀佛以诸圣众不来而来 不来 不来是从法性当中来讲的 从法性当中来讲 本来一切法呢 这个法经所讲的 是法柱法位 世间相常柱啊 法柱法位 所有的法都安住在真如法位 本来不动不变的 是常柱的 所以叫不来 叫不来 法性变在一切处啊 它是变满的 本来不动的 没有来趋向的 所以叫不来 叫不来 而来 那是从原体上说了 不来是从法性当中讲的 法性当中讲的 佛跟圣众 本来法身是变一切处的 没有所谓来趋向的 但是呢 从原体当中来讲呢 我们念佛的人 因言敬业成就了 敬业成就 从因言当中来讲呢 佛得愿力献起来 有接引的这一桩事情 亲垂接引 而亲自呢 垂下 接引众生到极乐世界去 到极乐世界去 所以呢古人讲啊 说呢 这个 往生呢 是无生而生 生而无生 则弃者施不弃 不弃而去 弃实际上是没有去的 没有去的 就好像说呢 一个人在家里 说你去哪里 他走来走去 就是他的家 他去哪里 没有来去的 我们法性是变满的 本来没有所谓来趋向的 没有来趋向 而生得决定神 去者施不去 去实际上是没有去的 不去而去 就是从缘起当中讲 不去 但是从缘起 他还是去了 从缘起法当中 来说 那么行人心事不往而往 而行人的心事 我们修行的人 每一个众生 他的本体也是真如 那个心事的体 也是真如 也是真如 所以不往 真如是变满的 我们前面举的例子 好像仪式当中有千灯 那每一盏灯 他的光明是相色相融的 欧命的法身是变满的 我们众生的本性 真的本性也是变满的 也是变满 他是相色相入的 所以说不往 不往是从法性当中来讲的 而往是从缘起当中 敬业成就 希望三世乃劫 跟着佛跟圣众的后面 到极乐世界去 做莲花去 所以偷子宝年 莲花化身 在祭宝子当中莲花化身 莲花化身 所以智泽大师讲 说临终在定德心 就是净土受神的心 其实它是相等的 它本来就是一体的 一个法界的 一个法界 当我们修行了解了 法性是变满的时候 就没有所谓的来气象 没有来气象 你再另一个心 就是我们所谓的被诚合觉 被诚合觉 觉是变满的 而被诚的话 但无量的差别相 追求被诚合成 那是无量的差别相 那有来气象 有生命的相 有真减的相 有过境相 有种种各式各样的相 但是要被诚合觉 这个觉是变满的 变满的 所以临终在定德心 就是净土受神的心 就是一心无恶心 没有所谓的死亡 讲简单就是这样的 死亡是就着远起 凡夫的境界来说的 心性当中没有生 也就没有所谓的魅 那么这是隆总来解释 无上因跟无上果 接着第二 卑名能词首词 能词是人 众神首词是万德鸿鸣 我们看这个文 善男女者不论出家 在家贵贱老少 六七四身 但闻佛名 其都节善根成熟 无力是皆明善 欧云头佛是万德鸿鸣 以明昭得庆无不尽 故即以持持名号为正行 不必更舍观想参就等行 至简易至直觉也 所以经文当中所讲的 若有善男者善女人 文所阿弥陀佛 善男者善女人 善男子善女人 善男者善女人 这四身 也就是无量的差别 种种类别不同 但闻佛名 即都节善根成熟 只要他能够听闻 不当我们人能够念佛 只要他闻佛名 能够听闻阿弥陀佛的名号 就是多生多劫 成佛的善根成熟 种类是无力是恶的 他能够信念念佛 也都是称为善男者善女人 善男者善女人 阿弥陀佛是万德鸿鸣 闻守阿弥陀佛 这阿弥陀佛的名号 叫做万德鸿鸣 万德 万德是无量的德号 无量的功德 那么以名昭德 庆无不尽 用佛的名号 来召集佛因地当中 所累积无量无边的功德 以名号来设置 那就完全没有不穷尽的 无量光无量手 那么无量的时间 无量的空间 就整个法界了 那也就是说 就以名号来种子 阿弥陀佛所有的功德 所有的功德 故即以支持名号为正行 既然名号的功德 那样的殊胜 当然 我们要以念佛为正行 念佛为正行 支持名号就是正行 这连子大师的书抄里面这么讲 说极乐世界一正二报的功德 言佛便走 你念阿弥陀佛 就完全周足了 盖过了极乐世界的 一报的庄严 正报的庄严 所以一正二报的功德 言佛便走 佛的功德 一言佛便走 和无量无边的功德 也是一样 你称阿弥陀佛 就盖过了所有的功德 十六观经当中所讲的 十六观言佛便走 即使你念佛 也盖过了所有的功德 所以十六观当中要要紧的 就是地球佛像观 佛像观当中三十二相要紧的 白豪像 极为简一阿 他就修白豪像 白豪像修成的时候 整个正报的三十二相 通通显现了 正报的功德显现了 一报半 菩萨的功德也显现了 这是正报当中的半 接着一报的环境 前面的也通通盖过了 十六观当中就是白豪像观 佛像观里面的白豪像观 就盖过了所有观法里面的功德 我们讲言佛便走 念佛就盖过了十六个功德 至简易阿 所以不必更是观想参救等性 不需要 年子大师讲 一正二报 还有阿弥陀佛的所有功德 炎佛便走你称佛号 就该挂所有的 该挂所有的 所以就以四字名号呢 为所念的境界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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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念当中 那既之无量的功德庄严 生有功德 那么一以这样的 名号的境界 而加以直辞 然后呢 相亡有地阿 就到他基督世界阿 到他基督世界 又者呢文理院讲到 直辞名号 这个直辞 直辞就是有皈依的意思 皈命 讲我们的身心 生命啊 完全皈头依靠 阿弥陀佛 不皈命的话 怎么能够一心直辞呢 所谓直辞有皈命的意思 再来呢 这个直是什么意思 直就是直受在心 直就是熟啊 抓东西 好像我们所在拿东西 抓着这个东西 叫直 就我们呢 直受在心 把佛号 放在心里面 然后呢 齿守不死 绵绵密密的这样的念 所以叫做直辞 其实做到直辞不容易啊 这个直辞的意思 直受在心 齿守不死 念之在之的 这叫直辞明号 直辞明号 他不需要呢 更是呢 观想啊 参就啊 参就啊 念佛是谁 不用参啊 念佛 念佛就是你啊 念佛就是你的心啊 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 就记住无量的功德啊 所以呢 这个名号啊 就是所有的功德啊 通通设置在这个名号上 就以名号为直辞的境界 首念的境界 首念境界 这是正形 正形 这个方法呢 自简易 自直解 自简易 简单啊容易啊 一教就会啦 阿弥陀佛谁不为恋 自直解 直解了当 那一心受死 就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 一德往生 一生成佛啦 一生成佛 奥毅大师呢 在老人家的这个 讲传记 这一列传记里面呢 讲了一个大德 叫妙言尊者 唯妙的妙 圆满的圆 说呢尊者妙言啊 慧如慧 真如的如 我连此还慧的慧 这艳都谭氏子 而她的祖先呢 世袭是万户佛 国家佛佛的 万户 万户佛 又呢如树 小的时候呢 就吃树了 到了三十九岁呢 出甲修行 一出甲就行偷偷恨 花氏 行偷偷行 邪不走习啊 不导丹啊 前后呢 一共燃了六指 六个指头 我们应该是四个指头 那燃了六个指头啊 共佛 烧顶啊 燃壁啊 念壁啊 无散 燃香啊 燃头顶啊 燃锁壁 燃了没有一个地方是好的 可以讲啊 他的那个用心 修苦行 这极越难得啊 极越难得 极越难得 我们古人呢有这样呢 所以我们呢 就会沿袭啊 古人这种作话 为了表示自己的厌行 修道的厌心呢 有时候啊 修什么加行就燃香 表示自己的厌行 这是很多的 然后像我们到泰国去了 到泰国去啊 到义侯寺 义侯寺去啊参拜 因为穿蓝船加上啊 一穿了偏蓝右肩 哎呀整个手臂啊 就燃了一把一把的 那一些老外啊 刚刚也去观光了 看了哎呦 这个很可怕 这是什么东西啊 他就问啊 就问了 燃了这样子啊 对啊 后来啊跟他解释了 这是我们修道的一种厌行 一种厌行 古人有这一种呢 情况啊 我们也是学习 学习 那么出自南方 最初呢到南方呢 唯示苦行 就专修苦行啊 后来这个牛头 牛头柱子 这个柱子 就基于旧礼 禅啊 大为感化 有所醒悟啊 他就一心念佛 而一心念佛呢 就呢 到这边 用功到这边了 后来呢 忘记了身世啊 而他自己啊 也不自己称说 我是开悟的 平常呢 见到一切呢 世众 知数啊 就是无人出家 在家 他都不做呢 寒文语 也就是不打招呼的 丹吉独行 而不续仪仗 除了三衣啊 薄具以外啊 他不 不续其他 多的这些东西 冬天过了 把冬天的舍掉 现在穿夏天了 夏天完了 也把夏天舍掉了 他不是不穿衣服啊 他就是又去祈求了 祈求 但是不续 过了他就舍 就舍了 天下明山呢 普遍的去参访啊 他内心呢 是非常的慈悲 而外貌 而现出非常的严肃 凡事呢 对人家的开示啊 必定呢 猛力 恳切 不随顺呢 平常的 这一种人情的 这个 在丙须 丙须念的时候呢 这个欧毅大师呢 欧主讲啊 他就拜见了这个尊者 在一个地方实成之位 其次呢 同往啊 到寄生安 盘横呢 树日 在那个地方住几天啊 那么这个妙颜尊者啊 喜欢呢 欧主的朴实 而欧主呢 恭敬呢 这个妙颜尊者的戒德 还有禅定 后来呢 到了呢 这个 物子秋 过了淮安 清江浦 大众呢 看到这个尊者的威夷啊 不平凡哦 就留着他供养 留着他供养 没有多久呢 就以一件呢 这个纳医 赠送给这个万德安的主人 就赠送给他 而且呢 跟那祖父这么说啦 说我啊 不久啊 将要离开了 特别一桩事情啊 那么来拜托你 拜托你帮忙 这主人就说啦 这和尚啊 你刚刚来啊 怎么现在就讲要走了呢 他就回答说啦 不是啦 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啦 那我麻烦你啊 我死了之后呢 可以将我的身体啊 就丢到水里面去啊 喂那一些鱼 还有虫啊 跟他们结缘 他听了 这个事情我不敢 不敢不敢不行不行 那尊者就说啦 那不行 这样好了啦 你我死了 你帮我涂壁 帮我涂壁 涂壁完了之后呢 我的骨啊 就把它揉成灰啊 然后和这个面粉 把它做一团一团的 丢到江里面去啦 跟着一些水族的众生结缘 怎么样 他说啦 好 那这样呢 我就比较放心呢 为你来办这个事情 接着呢 这个尊者呢 就请他呢 办大的蜡烛 还有呢 预备好的香 他正在想 他是要做什么呢 到了十月十九日的夜晚 事故的时候 忽然呢 他就叫这个主人来 说来 赶快赶快 为我开启大门 所有的门通通给他打开了 烧香 然后呢 这个点大的蜡烛 这主人照办 照办呢 把这个蜡烛点好的香 上了之后呢 这个 尊者呢 他就急然坐着往生了 坐着往生 而四方呢 都闻到啊 这个意想 真香呢 来礼拜供养 后来呢 就遵照呢 尊者的这个遗嘱啊 把他突避之后呢 然后 这一些呢 灭坑啊 做一团一团啊 跟这个水族的众神结缘 那么 欧主讲 说尊者呢 在啊 水草庵呢 告诉一位叫做流道征的人 说呢 说一心念佛专求上品上神 便是呢 向上滴滴 就是残残啊 就是残 向上滴滴 那么你们呢 不肯相信呢 你们就看啊 等着看啊 我将来往生极乐世界啊 你们就了知了 那么 欧主讲啊 亦现在啊 果然如此啊 这欧主就赞叹啊 说呢 净土狠草 圆顿稀有 佛主赞扬 亦因同口 生亡 亡之呢 有将别扣 还要参啊 妄疑隆统终成成垢 唯我妙宫呢 做狮子侯 一记迷头 博士耶手 莫后光明啊 姬颜非我 其所同归 是否敢后 是不敢在后面的 就是要看起 向这个尊者看起 这是呢 欧主里面呢 讲到这一位 妙言尊者的往生 也就是上品上神 上品上神 从欧主的诊文里面呢 可以了知的 接着我们再看着 第三段 北明三会 欧主呢 这进一步呢 以文实修三会 来分别经文的意思 文首阿弥陀佛是文会 指指名号是师会 若一日来自若七日 一心不乱是修会 是修会 我们看着这个文 那么分成的三段 最初明文会 文而信 信而愿 乃肯直辞 不信不愿 以不文等 虽为远 因而不明文会 所以呢 文首阿弥陀佛的 所有的功德庄严 一报或者正报的功德庄严 能够相信 能够相信 信呢 前面首讲 信呢 三意不可思议 佛罗本宴功德力 名号的功德力 还有我们呢 心性的功德力 这极乐世界的所有功德庄严 有三意所成就的 那么信而愿 乃肯直辞 相信 既不能够发愿 接着你才肯心 去直辞 阿弥陀佛的名号 要说呢 虽然你听闻 佛名 而不能信 或者信 而不能够发愿 那这样呢 跟不文 是相等的 而不文 没有听到 阿弥陀佛的名号 是相等的 虽然你这样听闻 没有真的相信 或者发愿 他是作为遥远得度的因 但不能称作是文会 不能称作文会 那也就是说呢 闻守阿弥陀佛的一正二报 万德鸿鸣 广道的功德之后呢 能够深信发愿 能够深信发愿 闻而能信 信而能愿 能够深信发愿 这个叫闻守阿弥陀佛 闻守阿弥陀佛 闻守阿弥陀佛 然有是持离子 持持 前面讲的 直受在心 持守不死 是念念能够呢 意念阿弥陀佛的名号 所以要叫做施慧 所以要叫做施慧 念念去意念阿弥陀佛的 那么也就是呢 古人手讲呢 我们呢 为得三昧 先求成片 为得成片 先求专注 又专注 然后呢 成片又成片 到达三昧 那么大师师菩萨念佛严通章 所讲的 都市六根 都市六根是专注力 这是专注 敬念相继 就是小片呢 成片 小片的 接着 入三昧的 第三昧 它有它一个过程 一个次第性的 一记弥陀念诵听 这是专注力 专注力 都市六根 实际成片 三三四 这是相续力 这是敬念相聚 敬念相聚 这样呢 才能够到达 所谓的一心不乱 念佛三昧的 所以呢 这个呢 意念呢名号 这是呢 诗慧 当中有所谓的 诗词跟理词的差别 底下呢 尖一步来 个别来解释 什么叫诗词 什么叫理词呢 诗词 诗词者 信由西方 阿弥陀佛 而为达 诗心作佛 诗心是佛 诗心是佛 在我们的内心当中相信 有西方 有阿弥陀佛 前面呢 金文所讲的 有极乐世界啊 第一读有佛号阿弥陀 就是有西方极乐世界 有阿弥陀佛 他相信 他相信的 能够深信 但是呢 没有回归啊 到我们现前一念心 不能够了达 世心作佛 世心就是佛 我们呢 心才作佛 做啊造作就是念 我们念佛 我们在念的当下 那个心就是佛 那么作佛 是从事项当中讲的 修得就是释造 那么当下心就是佛呢 就是讲理据的 你的心呢 在佛的境界当中造作啊 而呢 自信当中 本性的功德啊 极乐世界的义正恶报 他就表现出来啊 表现出来 那么欧主呢 说呢 假使指强调啊 世心作佛 而不能够明了 我们的心就是佛 这事呢 但是呢 直视而魅离 不能够了解心法 而认为啊 这个功德啊 不是我们自心本具的 不是自心本具的 而极乐世界啊 就是阿弥陀佛所成就 不是我们自心本具的啊 但是呢 反过来 但是强调啊 世心就是佛 而忽略了我们的心来做佛 那就是直理而非事 所以我的心本来就是佛啊 心本来就是佛啊 但是呢 你要不在佛的境界当中去造作啊 往外追求啊 那你本性的本具那个佛 也不能出现啊 直理会事的 所以因此这两具啊 它必须要同时 世心做佛 世心就是佛 反过来讲 因为心是佛 所以才做得了佛 所以世心是佛 才能够世心做佛的 才是世心做佛 所以两具呢 同时 真俗不恶啊 理事易辱 修性不恶 所谓的修得有功性的方弦 也就我们这一念一心 既意念佛的名号呢 也就由这一念一心的念念当中 成就极乐世界的 这个功德庄严 所有的妙因妙果 都不离我们现前一念心性 妙因妙果不离一心的 不管呢 因地的造作 还是果地的成就 都是由我们这一念一心 这一念一心 所造作 所显现的 所显现的 那么事实的人 他不明白这一种的道理 不了解的 但你觉知 但你相信了 我们本师世尊告诉我们 我们信佛 相信佛所讲的 佛决定没有妄疑 所以啊 以决定的心意 而愿求往生极乐世界的缘故 那就次然的 如子异母 无时占妄的念 如同孝子而意念慈母 念念当中啊 他不敢忘记啊 无时占妄 这样去念佛 去念佛 这是世尺 他在世相上能够精进的信念 那么李慈的话呢 李慈者信西方阿弥陀佛 是我心寄 是我心造啊 即以自心所聚所造 逢明为细心之境 令不暂妄也 李慈的人 他能够通达诸法十相啊 能够通达诸法十相 那么诸法十相呢 有真俗不恶 李慈亦如 所以他相信呢 有西方 有阿弥陀佛 相信西方阿弥陀佛 这西方就是讲一正二报 一报 还有阿弥陀佛的正报 还有种种的伴啊 这些的功德庄严都相信的 那么相信呢 有西方极乐世界的 还有阿弥陀佛 是我心所聚 我自心 心就是我们的本性啊 当中所记住有的 所谓的心包太虚 亮桌沙界啊 心性是广大桌片的 广大桌片 所以啊 极乐世界也没有离开我们的正如本性呢 是我们自心 真如本性 所本来记住有的 记住的 是我心照 心照的话 心句啊 还要心照啊 能不能显现出来啊 所以啊 也是我心 就是我念佛的当下 每一念每一念当下所创造出来的 那就是真书严隆 真书严隆 即以自心手具 所本具 所造的 这个万德鸿鸣 为什么讲万德鸿鸣呢 因为明号就收射呢 依报正报的功德庄园 我们前面也讲过 在昏科 欧子的昏科当中 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啊 真是明号当中 要包含前面的依报的功德 包含后院的正报的功德 就是以佛号来摄持所有的功德 所以呢就是由 以自心手具所造的 万德鸿鸣 为细心之境 为细念我们这一念心的境界 也就将这一念心细注在明号当中 安注在万德鸿鸣 令不暂妄 使令而不暂时呢 遗忘了 那么他的修行呢 就是滑滑消归之性啊 妙印妙果 不离一行 古人讲啊 说呢 活在灵山莫眼求啊 灵山只在鲁心头 人人有个灵山塔快向啊 好像呢 灵山塔下修 这 佛在灵山莫眼求 但灵山在哪里呢 灵山就在你的内心 真如本性 所以啊 我们呢 每一个法要会会到我们呢 真如本性 自信心坚信 大圣佛话里面讲 叫心地法门 就心地法门 那么他相信呢 佛的本严功德力 灵号的功德力 他也相信啊 我们这一念能念的心 这个自信功德力 他本来啊 那是记者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啊 本来记者的 这是离职 离职的情形 接着讲 施慧 直直明号 有识词 又离职 接着讲修慧啊 若一日乃至若七日 那么一行不乱 这是修慧 底下分针两段 这一图说明呢 七日克齐 七天克齐齐正 一日至七日则 克齐办事也 立根一日即不乱 顿根七日方不乱 中根二三四五六日不定 又立根能七日不乱 顿根仅一日不乱 中根六五四三二日不定 若一日乃至若七日 这个意思就是说克齐办事也 限定一个时间来办生死的大事啊 所以打佛祈 打佛祈呢就依这个地方弥陀经的 若一日乃至若七日 配合这个地方的意识 意识 再来打佛祈 打七 打七啊 我们要讲呢 八个世 布什的根源在第七世 叫染污世 第七世叫染污世 现前的心呢第六意识 我们要能够安置在佛号上 念之在之 不希望分别 能够不希望分别啊 那么第七世他就无所染污啊 你第六世呢希望分别的时候 哎呦这个好不好就跑出来了 那是第七世呢染污世的 那么前五世是第一刹楼接触外境 限量的境界 接着第六世就产生分别了 这是什么东西 哦这是花 好不好是第七世的问题啊 好不好出来就是染污了第七世 所以呢打七就是这个道理 他将这第七世的这个染污啊 把他熄灭了 所以第六世呢能够念之在之的时候 第七世他就无所染污啊 成为平等心智了 第八世就转为大眼镜子 大眼镜子 所以呢念佛呢就在了都市六根敬念相继啊 把佛号啊听清楚 听啊听这一个字是要诀啊 听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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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次先就着 他成就一心不乱的时间来说 立根的人他一日 就能够成就到达一心不乱了 顿根的人要到七天才能够不乱 这些讲顿根啊 那我们呢我们打很多的气啊都是乱的 都没有还会到达一心不乱啊 可以讲是顿根的顿根 啊中根呢 中根二日三日四日五日六日啊 才能够不乱 他是不一定啊中根就在中间啊 这姑且就经文这样来说啦 因为七天嘛 讲七天不乱 这样分别 那其实我们还很乱啊 还没过得到这七天里面的范围 又呢立根能七日不乱 就保持的时间 保持的时间 你得一心不乱之后呢 立根能够七天都不乱 安住在佛号上 安住在佛号上 这姑且就的经文呢 若一日乃至若七日 他就讲到最长是七日来讲啊 这当中的道理也是说成就了之后就不乱了 应该这么说啦 应该这么说 因为经文就讲七天嘛 他已经到最高点了七天 那也就是说他成就了之后就不乱了 就不乱了 这是立根的 动根呢仅能够一天不乱 而过了慢慢呢 这一些妄想啊 又稍微又动了一点点 中根的六日 五日 四日 三日 二日 不乱 但是不一定的 不一定 生的啊叫念佛三昧 念佛三昧 浅的叫不乱 这是印竹里面的分别啊 叫一心不乱跟念佛三昧来分别 是这样 要真的得念佛三昧啊 他就不会退了 不会退了 不会说我哪个时候在发脾气啊 我怎么样的 其他人死没有了 没有这个事 到念佛三昧的时候 基本上浅的念佛三昧在出禅得啊 都分啊都在四禅得啊 在四禅啊 所以基本上啊 一得永得了 没有在退的情形 接着说明一心不乱的情形 好 那么底下讲呢 所以一行意义二种 不论事迟离 持之浮处烦恼乃至见识先进 皆是一行 不论事迟离 持之心态见本性或皆离一行 事一行不会见识所乱 离一行不会恶边所乱 即修会也 这不乱也可以就这解释 不会烦恼所乱的情况来讲 那么一行印竹讲 心中除了念佛之外 不许其他的杂念 这叫一行 那个一行也有两种 有两种的情形 不论你是事实或是理直的 总之 离一世事实 我们讲比较顿本 对诸法实相比较不懂得 但是他在事实上 能够精进努力去念佛 离一世知道诸法实相了解的 去念佛的 那么无论事实或者离一世 能够持之浮处烦恼 内一行持之佛号 能够服或者除 先能够服烦恼 接着才能够除灭烦恼 那么服或者除都是一样的 属于事一心的范围 来自到见识后 先断尽了 这是事一心的范围 所以事一心的范围包含了 服贪真识跟断见识后 就我们前面跟诸位所分别的 欧主的中品的三身 中品有三身 还有到达上品的下身 上品下身断见识后 断见识后 包含这有四个阶级都是的 那么事一心 也就是讲事一心 就是能念的心跟所念的佛历历分明 还有能手 还有能手 没有 还没有破能手 但是除了佛号之外 聚集分明 除了佛号之外 没有其他的妄念 但是能手分明 能练的心 手练的佛历历清楚的 那么离心呢 无论事持 离持持心开见本性佛 事持 你公辜身的时候也可以到达离心 而这次有能手 到这边能手破了念佛 那个佛就是心 心佛亦如 心佛亦如 所以念到心开 如来葬心开了 破无名见本性佛 正德法身 这是离心 离心 离心 觉得能念的心之外 没有佛唯我所念 所念的之外 没有心能够念以佛 能所双亡 心佛一体 这是离心 上禀上神 思义心不为见识所乱 内心不被见识烦恼所扰乱 也就不再升起山 这个颠倒响啊 那么最低的限度啊 就是要福唐称词的 福也是不被所乱啊 它福唐称词 接着才能够断啊 而中三品是福 而断了 那就是入这个三品下神的 接着呢 离心 离就是中道之理 离心 不为两边 因为中道嘛 它能够了解诸法事项啊 那么不为两边呢 空或者有 这两边呢 所扰乱 那也就是呢 属于修慧 属于修慧 这个地方呢 欧主啊 分成文师修三会啊 来说 先成就信念 然后呢 执持名号 从执持名号呢 而到达 乎或者除这个烦恼 断了这个烦恼 也就是经文当中呢 文首阿弥陀佛 若一日 来自若七日 一心不乱 这是无上因啊 无上因 接着底下一段 往生二相 这是无上果啊 经文当中呢 七人临命忠实 阿弥陀佛 以诸圣众献在其前 世人忠实 心不颠倒 即得往生 阿弥陀佛 即得果土 讲道呢 往生临终的事 临终的时候有两种果相 两种果相 也就是呢 见到了佛不一样 念到思一心不乱 不为见识所乱 所以临终的时候感变化身佛 集出圣众献前 变化身佛 因为断见识后 硬化神 从法身献出了 报神加倍登地的 圆角出识位以上的 破无名的菩萨 现硬化身加倍是环弗跟恶秤人 恶秤的 就断见识后的 所以呢 不为见识所乱的 就是断见识后的 他所见的是变化神 这硬化神 以及诸圣众现前 这个时候内心不再生起 收不世界当中 山友的颠倒 山友 就是三界友 二十五友的颠倒 那么往生到哪个地方呢 同居方便 同居土就是 伏见识后的 伏贪生识的 要断的时候就是方便土了 所以这里面就包含两种在里头的 包含两种在里头 伏还脑跟断还脑 而伏就是还圣同居土 要断了见识后的 就是方便友谊土的 两种极乐世界 就两种极乐国土 再来 不为二边所乱 离行不乱 不被生死内盘 或空有二边所乱 所以临终的时候 他感得的是什么呢 受用神佛 他受用神 就是报神佛 以及诸圣众 就像慧炎大使 慧炎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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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三读圣像的时候 都是变满整个西空的 希望三生 而那是法身菩萨的境界所见的 报神的境界 所以临终当然感得就是受用神 就是他受用神 受用神前面讲后来有自受用跟他受用 而自受用呢 也就是跟法身是一样的 佛自己受用的法身 他受用就是报神 以及诸圣众 现前 这个时候内心不再升级 生死跟内盘两边 或者是空有两边 这两种的剑 这种颠倒剑 也就是说他的内心是平等不二的 生死及内盘 烦恼及菩提 他体性就是一个 平等不二的 那往生到达的地方是什么呢 十爆及光 两种及的世界 破一分无明 而正一分法身 乃至破四十二品的无明 这些的菩萨都是十爆 十爆土 要无明破镜的就是极光土 当然要细的分别 那么正十爆也分正极光镜土 分正而已 那十正的话就是无明破镜 就满正 两种极乐世界 这两种极乐国土 那极乐世界有仕途怎么样分别 一段后来讲 一段后来讲 所以九品当中呢 他跟仕途有相涉的 相涉的 若子来盼的话 夏品生的 还有中品生的 这个都是属于通居土 通居土 那么上品生当中就分了 那么上品下生断尖世后的是方便土 一往前面走的时候呢 一破无明就是属于十爆土的 也分正常极光土乃至无明破镜的 上品上神的 无明破镜的 那就是属于这个极光土的 但有交叉的情况 交叉的情况 那么我们呢 同学们呢 有画了一个表 一个表 那我们想把这个表啊 就放在网站上来给大家下载 以便大家了解 欧族的叛法跟这个善导大师的叛法 了解 再来 我们还有新的讲义 还有这个隋堂讲义 还有一个隋堂讲义啊 请明天啊 明天呢 请诸位也可以上网 我们呢 在看这个直播的 可以上网下载下来 那我们明天 下一堂课我们音出来给诸位的 好 我们呢 今天的时间呢 差不多 先讲到这个地方 来 其意的向下文长 呼以来日 回向 rt 夜 全部 现在 真的很 看 静 船